台东县政府农业处的农油专车 推广到现在已经有三年了 每年都有不一样的主题 今年的彩线团定名为 跟着水果去旅行 游客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参访符合时令的农员 游客在实际参观之外 还能够自己动手做食材 一整天的行程下来 让他们是大呼值回票价 这是农油专车的特色之一 只要搭上公车等等大众运输工具 就可以沿着四条套装农油行程 体验台东六大休闲农业区 台东的农药库四安 下去打粉 打粉就变成我们今天 柠檬香茅麻薯的DIY的主要材料 就是它做出来的食品 口齿清香 那我介绍它现在的运用法 譬如说这个京都念治安 川北琵琶糕糕 它也出了一份喉糖 它就是以柠檬草跟金银花 做主角做一个喉糖 保护喉咙 农油专车的用意就是这样 透过农场主人亲自解说 让旅客接触台东的自然生态 和优质的农产品 跟那个驱虫的那个味道一样 你要四条可以 但是我建议三条就好了 OK 这里面有两条的玉米粉 然后三条的柠檬香茅粉 柠檬香茅粉不能太多 不然会打掉 等一下放下去之后 我们趁热的时候就把它揉 把它揉匀 把所有的材料 把它揉匀 放进去里面揉匀之后 把它擀平 擀成类似这样子 先把它揉匀 我们一定要让民众去知道 他们是怎么去种的 那这个作物的生长过程当中 农民要怎么去栽种 那我们要怎么去 珍惜我们这些 这些 我们该珍惜的这些作物 可以往这边再推过去 去把它擀平就对了 这样做成一个释放形就对了 我们也摆脱了以前的 走马看花的方式 然后让大家能够深入的体验到 整个所谓的农村的行程 而且是亲手DIY的方式 那我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行程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内容 对我们的旅游的来讲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它的延展性会比较长 就是吃起来会比较不软 就是口感是比较软 农游专车活动期间 吃喝玩乐一个人 只要599元 报名的前750位 大优待只要399 也难怪彩线团说 真的是5家 5辆 记得赖永诚 辈南相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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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